兵兵兵公訴在前段計劃四千八百萬的經費補助 其中在港町行務中占隊的台索要握手臂 來迫設地增幾位朝聖大道 但是現在卻團自當地民眾有反對的意見 22號公訴是來交開港町稅民會 不想到整議員的案件是兵兵到大家前 兵兵兵的合格行來兵兵 在兵兵分一套最多的揮迫 不過並沒有中斷揮起 最后是來獨立時沒有碰設地增 沒有要設行人桌 也沒有設管公牙齊三項的供應 這項水平會在和尚厚財公訴三樓基金 討論曾經過四千八百萬經費 包括改善民兵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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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就邊倒樓跟打地址 搭著面向老家 幾位夜間徒步去含冠宮吃吃 不過當地主要吃飯對意見 共産地和經濟交開到小便會跟民眾交通 再發現行政和家鄉被冰島的意外 路面沒有打地址 但是我們也沒有整個打地址 因為是台水那廟 前面是民同鄉的一個主標 也是三級古蹟 等到路數再做 我們也是從事做一十而已 既然我們這鄉店的既民反對 所以家鄉也可以順便利 賣助 讓大家方便 行政和家鄉表示 教育市民會就是要和民間交通 也要聽資料向民理性的意見 在市民會只要調校變形計劃 達成的三項共識 不過不會破地址 不會是人行道 不會是觀光也去三項共識 先進口要和民間交通 蔡宏不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